各位来到分贝赛出淘第一站 你好伙伴 你们将在这里通过任务赚取分贝 赢得首个舞台 我们准备的舞台分别是 30分贝以下初级 30到40分贝中等 40分贝以上豪华 哇 好特别哦 当然我们特别为大家准备了分贝出淘包 来放你们所赢得的分贝 接下来你们即将迎来分贝家族的首个任务 搭棚做饭 好哎你们知道吗 好像我们现在身处的是北京最大的绿飞 哇同意于河公园 哇你们知道吗 哇塞 感觉我的肺都变轻轻了好多 哎你们会搭帐篷吗我问一下 我 我说实话哥 没搭过 我跟你们讲啊 我跟远哥上过了加上是第三个 要搭帐篷的综艺了 搭帐篷的全过程 我俩完全没记住 完全没记住 太牛了吧你们三遍都没记住啊 没记住没记住 我就是贡献力量 啊我就是贡献力量 我有力气你让我干什么又干什么 你今天 我今天做指挥吧那就啊 我们当时节目里也是找那个 他现场有那个专业的老师 指导我们我们出力气 然后最后我做的不完善的地方 人家帮我们去修复哎 能这样啊 那我们这有老师吗 没有我就是拿画递给导演组呢 我们要搭帐篷吗 哇 横竖都得先搭呀 拍扶一下 我自己可以搞零我身材质店 我认可很倔强的老人 我们先搞帐篷 我们先搞帐篷呗 那就在那个附近了呗是吧 拿出来看看有啥东西 就食材要放这上面 你利用你的智慧啊 你看这不就立起来了 我没搭过你们搭过吗 我看着像是知道的样子吗 年轻人展开你们的小头脑 哥你们知道怎么搭不 这个怎么弄啊 哎这是什么 咱们先研究下用 这是什么东西啊 看呀我看 这个好鸡肋呀这个东西 我们先把这个铺开 我看一下是什么 我们不是要先把那个东西钉地上吗 我上来了不是对吧 他这样的 他是这样的 他这个是要穿拼拼拼拼接的 为什么当时不好好学呢张员啊 这个是哦我知道这个是什么桌子 这个是桌子这很重要 这个咱们吃饭没用到 再找个地方研究一下 可以夸你这吗 其实咱们就只有个桌子也够了 我这个应该是没错的 这应该是三节的 我们笑搭成跟这一样 我真的很倔强的老人 但是我们的边角可以参考那个 就是上次我们也是那么搭的 他那个线会有个钩子 把它用脚 踢到泥里去之后 把钩子反过来 把那个绳子一勾 就很稳固了 我可能大概能慢慢想起来吧 可能说大概啊 没事 这是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版本的 哎 为什么这个不一样长呢 这个怎么弄 他这个是接到这上面了 先把帐篷拉起来 你看他这个不是每个都有脚吗 我们先一人 我们先一人固定一个点吧 我们先一人固定一个点吧 对快就一个角 然后每个人插一个地方 来 那边啊 那边应该有六根六根杆子吧 哪里有六根杆子 啊啊啊啊啊 我刚刚脸被忽了一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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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教我们一下教我们一下 大哥来教我们一下 来来来 我们请老师帮我们一下好不好 快快快 我也写一写 每个角都是一样的哈 啊这成死结吗 对对对 这剩六个都绑齐是不是 对对 啊两边的用这个 ok 来撑 有有有有 哎啊 风太大了 不要走 啊这个是吧 不是谁会挑这种天气来露营啊 别吹了 不是 我这个都被摆弯了 这样过吗 可以了可以了 作为一个天目 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吧 这是一条生气的天 无 哎 就算是 可能是综艺节目当中 搭的最歪的一个帐篷啊 大家见笑了